继对阵GW的第二局下半场 张狂挽留加传送的蜡象师 可以 必须四抓的局 没有回头路 虽然说掏了个蜡象师吧 我觉得也是尊重自己的熟练度 有没有可能呢 四抓 难啊 他得上来很快的秒个先知 因为你不秒先知 先知自己 这是你要给自己套 其实面对蜡象师不太好套 但是给队友套 人家在一个语音卖序里面 这还能套不上吗 你要套上了 你要打三刀 这三刀打完 我不说三台机 不说两台半 修个两台总行吧 卡半就一波 卡死就一波 薄命二十秒套一套 这密码机算一个三台半 就第一个人挂飞三台半 穷者再怎么地跑一个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所以这个局就是对于 安逸来讲 他要四抓 这这基本 抓大副好像可以 之前我们见过 Befor You的Sprinzer 是抓大副完成过四抓 也在这张地图的 这里草哥 这个辣 能补上吗 差的不多 继续喷 怀表是出来了 辣的话再消了吗 再消了再消了再消了 补上了 补上一刀抽刀 他张狂开技能了 这大副要被秒啊 但继续热 继续热 能不能丢个辣块 怀表出来了 丢个辣块 顶住马 躲掉了 漂亮 这波回头 这波回头 有点帅呀 这波辣没有喷上 这波辣喷上 把这大副秒了 真的不好说 但这波大副 怀表顶出来 我们这边先知 还有一只鸟 对刚才有先知鸟呢 刚才有先知鸟呢 我激动个啥 我少算了一只先知鸟 刚才鸟给上 这边大副怀表 还是能咬出来 这个鸟就直接给就好了 这个时候要的 就第一波不倒 哎呦 这棵大树真的是绝了 蜡像师看到这种树啊 他这个蜡 只能喷直线了 这蜡不会拐弯了 一刀没打中 鸟在CD 但是这边身位上来讲 五秒钟能拖得到吗 这边一刀倒地 也行了 三台鸡了 大副拖了三台鸡了 怎么地 这大副卖了吧 我觉得这大副 应该是卡着 看情况 就一个人卡着 外面反正两台鸡嘛 能救吗 救一下 不行嘛 草哥你这把也遛够了 对吧 灵性回头 躲掉关键啦 你草哥够秀 你就在天上静静的看着我们 跑一个跑两个跑三个都可以 完成一个什么呢 完成一个胜利就可以了 要救 救 还想保 那我先抬你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救啊 当救了这边换挂 节奏上面来讲也是不亏的 节奏上来讲也不亏的 这边的话过来挂遗产级了 先知的鸟因为还没有交掉 这边机子差了多少 先知鸟没有交掉呢 这边先知可以干嘛呢 把鸟套给大副 然后两个人 顶着搏命走 能不能行 大副在补机子 这边是让病患过来救人 病患过来救人的话 没有搏命 还是说病患外面重新起机子 先知来救 救下来 一刀打针对 病患重起机子 这台59的机子我们就不要了 可以可以可以 怎么稳怎么来嘛 安逸是真想 你们来打架呀 能不能来救拨人 兄弟情深这四个字 要不要我教你们怎么写 这里喷 大副也来了 大副也来了 大副给你啊 救拨命 这刀打的是椅子啊 这样的话 古董商是个挂飞 大副是个二挂 起热辣一波喷倒 病患压好机子 来救人 四人开门战啊 这是个四人开门战 四人开门战的话 怎么第四抓是想不到的 四抓是想不到的 古董商这边交了个飞轮 哎 两个人来救 双拳难敌四手 人救下来了 密码机直接点亮 好吧 兄弟情深四个字 机器教我怎么写了 我刚才还不会写呢 兄弟情深四个人 四人开门战 我本以为他们不会救 我本以为他们会 对吧 蹦着什么宝瓶啊 跑一个啊 真剩面去 这边 机器的求人者 包括马哥啊 今天机器真的是 全部拉满了 全员满 满满当当 满的一塌糊涂 传送过去 这边还没有人 爱意打的其实蛮好了 爱意打的蛮好了 但怎么办呢 蜡巷师 蜡巷师跟博士一样的 他很怕这种圆圈形的 圆形的建筑 你跟他绕圈圈的贼烦 恭喜机器啊 今天机器的发挥 确实太顶了 然后GW这边呢 穷者方面确实 有点没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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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